在這邊這個業者先跟大家致一個歉 造成大家的慌張,真的很不好意思 這個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 然後我當事人對這個事情他也是非常的緊張 很懼怕,也沒看過這樣子的場面 那今天他針對,他既然是企業的經營者 然後針對造成的這些風波,包含說有消費者 有往生,然後有在這個家戶病房 然後甚至有消費者有很多的恐慌 甚至很多的這個社會大眾 對這個案子的一個關注跟緊張 在這邊這個業者先跟大家致一個歉 造成大家的慌張,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跟大家報告,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說 有些人會提到賠償,有些人會提到責任 有些人會提到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說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這是一個很罕見的一個食物中毒的一個狀況 包含這個我們這個業者 其實他自己自身在這個3月22的時候 也是已經有事發的時候 他當時他自己的爸媽有到店裡面去用餐 然後用的也是果條,果條沒有用完也是帶回家吃 然後甚至業者他自己在3月24裡面呢 在已經衛生局第二次積查的時候 他也是在現場 有要這個廚師去做炒一個果條 然後也去做一個食用 所以說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說明的事情是 不管是業者也好,或者是消費者也好 在這個怎麼會發生中毒的這個事情 原因查明之前 每一個人就是對這樣子的食安都會很有恐懼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呢 針對今天的這個檢方 他的一些訊問 還有在這個警方那邊的問的一些內容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積極的配合做調查 那甚至呢在這個申請調查證據這邊呢 我們也有給這個檢方這邊一些建議 然後希望早日能夠釐清這個案件 到底發生的這個真相為何 那如果說大家提到相關的責任的話 那我們先看這個案件的結果怎麼樣 那後續的責任的釐清的這個判斷 等到後續再跟大家做報告 那今天大概就先這樣 謝謝各位辛苦了